你怎麼會有的? 你怎麼會有的? 其實我覺得今年都是蠻感傷的一年 從大運會然後甚至到說 正式結束我這個學生的生日 然後只是還沒跑離校手續而已 其實會覺得說那種整個回憶 就會不管說進來 今天進來到這個體育館 那種感覺就像譬如說 可能很熟悉說大一剛進來 但是一轉眼我就已經要 即將變成校友了 所以現在還蠻不捨的 但是我覺得說在畢業的時候 還可以這麼有一個不錯的退場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其實我這段時間都在卓訓 然後也很久沒回台體了 然後其實就有一點那種新生的感覺 然後是用這次是世代運的關係 然後回來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周會這樣 然後也受獎 有什麼樣的感觸 就是我覺得我不知不覺怎麼老了 沒有啦就是看到因為這次是樂會 然後看到其實有蠻多新生進來了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一些在世代運得名的 然後或者是一些在世代運有 比較好的表現的 其實來這邊其實會給他們一個 記憶力作用 因為可能未來幾年就是換他們坐在台上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一身作折 主要還是說鼓勵就是說 不管是這段期間的熱潮還是過了之後 還是可以繼續再關注 不管是田徑或是任何一項運動都可以 我希望就是支持 不管是支持我或者是其他項目的選手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世代一樣 就是進場支持田徑的選手 因為我們訓練真的是 你們看不到的時候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唯一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用你們的行動在田徑展上支持你們 那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 對我們肯定跟加油 耶 哇 哇 哇